数十年来 以同性恋为主题的电影不断推陈出新 借由讲述同性间的爱恋 以及如何在社会偏见中挣扎与生存的故事 来为同性恋者发声 从早期的孽子 到今年上映的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等 都在在让大家关注这个议题 即便社会不断进步 也对于同性恋有更多的认识与理解 但同性恋者在自我探索 面临跟家人出位的情形时 还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来迎接这些挑战 在进入本期的同志专题报道前 我们应该先厘清 性别认同、性倾向等名词所代表的意义 另外我们常听到的LGBTQIA 值得又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台湾在谈同志 同志其实就包含LGBT LGBT它其实是国际上一个比较通用 有四大族群 那每一个族群的英文字母合起来就是LGBT L是女同性恋 就是我觉得自己是女生 然后我喜欢女生 然后男同性恋 gay的部分是 我觉得自己是男生 而且我喜欢男生 双性恋的话就是 我喜欢的对象不止一种性别 可能是同性 可能是双性 甚至有人喜欢跨性别 T的话就是跨性别 那Q的话它其实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queer queer它其实就是我们中文可能会翻成酷儿 它喜欢人或是什么 它不希望被定义 另外一个意思是questioning 就是它可能还在对于自己的喜好认同这些 它都还有很多的没有很确定 还在追寻中 I的话是intersex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双性别 那它简单的说就是 生理上的性别 不符合典型的男性或女性 A的话就是sexual是无性恋 无性恋它基本上就是 可能会有喜欢的对象 但它其实不太会有性的这个需求 或是不太会有性的冲动 或需要被满足的部分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 所接收到的资讯就是男生喜欢女生 女生喜欢男生 似乎没有其他的可能 当有一天 我们发现自己喜欢上的是同性伴侣 旁人可能会投影异样的眼光 家人可能会试图去改变我们的性倾向 但是性倾向是否能够借由后天去改变呢 喜欢同性到底是先天的基因 还是后天环境所致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过去的教育 只会告诉我们你有可能是异性恋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大概就会先认识自己 是一个样子 对你大概就没有其他的想象 比如说像很多双性恋的朋友 也是常常是后来才发现说 其实他可以喜欢不只一种性别 但是开始只觉得自己就是 就是只喜欢比如说同性或者异性 但是这样子它是变成双性恋吗 我们认为或许原本它本来就有这样子的潜力或特质 可以是喜欢不同性别 那其实现在坊间有很多的研究 关于同性恋的成因 那当然支持先天的支持后天的也都有 那支持先天的呢 他们也研究发现有一些基因上面的不同 或者是他生理上有一些比如说脑下垂体的分泌啊 或者是他下肢臼的分泌 生理的一些荷尔蒙分泌等等 同性恋跟异性恋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后天的话也有相关的研究 包含他的一些社会角色学习啊 或者是说他两岁到八岁的成长经历 会影响到他内在的一些性别认同等等 可是啊其实这些研究都没有一个定论 那当然在讨论这个同性恋的成因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当我们想要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先天的 或者是后天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有一个偏见或者是呈见在里面 美国医学会在1973年将同性恋 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除名 1990年正式将同性恋 从国际疾病伤害及死因分类标准中删除 同性恋也正式去病化 因为有非常多反同的人士 他们希望可以透过外力去扭转的同性恋的孩子 但其实这样子对同性恋孩子来说造成的只有伤害 任何方式其实都没有办法改变他去喜欢不同的性别 只是造成他极大的痛苦 所以这个是极度的不符合人权 而且是违法的事情 其实从1973年的时候呢 美国精神医学会就已经把同性恋去掉了 同性恋不再是一个疾病 那其实的确同性恋从以前到现在也跟疾病层上边啦 美国精神医学会认为说 其实同性恋跟我们异性恋其实没什么两样 它只是因为性取向的不同而已 其实以我目前在临床上谘谈的当事人来说 同性恋朋友来谈谈的情况来说的话 其实目前已经大部分已经不是被其他人异样的眼光看待而来谘谈的 半辈子就在忙碌的生活步调中度过 直到退休后重难减轻 空出来的时间才开始对自己的兴趣喜好有所认知 当追求真实的情感与杰弗家庭责任在拉扯时 又该如何处理这样的状况呢 特别是现在大概四五十岁左右的族群 因为他们在过去的时候其实是 有些时候是很压抑自己的 甚至连自己喜欢同性都不太知道 可是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 他开始跟他现在的老婆或老公 生活的并不是这么的顺利 渐渐的发现原来他喜欢的其实是他的同性 在当时的那个时空背景之下 他其实被压抑住他的性取向 那到了后来渐渐的解放之后 他也会担心他其他人异样的眼光 尤其是以同辈的来说 其实现在大概四十岁五十岁的那一辈 对于同性的接受度还是不如 可能年轻十岁二十岁这一代的人的接受度 对于同性恋者来说 最大的难题不外乎就是向父母坦诚出柜 当父母得知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时 需要承担面对的事情 并不亚于自己的孩子 他们又该如何从不理解 不认同到坦然接受 并全力支持自己的孩子呢 同事父母我们会给他一个名称叫贵妇 那贵妇的意思就是 孩子出柜了 父母就入柜了 爸妈也会有自己的秘密 无法跟别人说 无法再跟他的自己的朋友 或是甚至是自己的长辈 阿公阿嬷可能也很难跟他们说 其实孩子是同志 对所以其实这群父母也很需要 其他人的陪伴跟支持 同志咨询热线呢 我们是在1998年成立 我们就是一个台湾第一个正式立案的全国性同志组织 咨询专线我们会有一批受过训练的义工 如果说有家庭出柜的议题 现在如果孩子跟您出柜 您作为同志父母的话 其实也可以拨打电话进来 我们这边有受过训练的同志父母 可以来接这个电话 同志父母的服务 其实我们很早就开始做 当时的父母大概更难有现在的这些资讯 所以其实那时候发现自己孩子是同志是很冲击的 所以很多父母跟我们接触的时候 其实都是情绪非常的大 然后每一次聊每一次哭 然后每一次都会觉得很哀伤 或者是很希望孩子可以转变等等 这些想法其实很多的父母都有走过 随着这样子每一次每一次的聊 每一次的陪伴 渐渐你们会明显的感觉到 他们渐渐眼泪变少了 甚至他看到下一位新来的父母忽得比他惨的时候 他还有力气 突然觉得我可以去安慰一下对方 对就是安慰他我也走过这件事 对那孩子终究他就是喜欢同性嘛 可是除此之外大家都一样 时间久了之后他会发现我们的日子还是要这样过 甚至久了之后他真的也觉得对我的孩子是这样 他也觉得很认同很骄傲的 对就是这个时间时间长了之后 其实父母的转变是很很神奇很特别的 所以我们真的也要很呼吁就是如果同志朋友 如果家庭出柜的话真的要给父母更多的时间 对自己都可能摸索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们更需要给父母一些时间让他去接收资讯 让他去消化这一切 2019年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同性伴侣的结合不再被排除于法律之外 许多等待已久的同志伴侣皆相有而泣 也展现了台湾对于婚姻平权的态度 其实同性恋者除了性倾向以外 与一般人并无不同 只要有足够的理解与尊重 就能抹去心中的歧视与误解 梅志综合报导